XI 新的就叫什麼 叫YI 就是把原來的那個英寸換成毫米 所以就乘幾倍 25.4 倍 所以這個題目根本就是 來 答案就是多少 答案就是6.1 標準差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6.1 乘以多少 25.4 我的天啊 這一題 對不對 從英寺換為公字 把那個英寸換成毫米 對不對 同學這你考試不會算 在這一題我跟你講 你也不用真的去算它 同學 6.1 大概就是多少 6 25.4 大概就是多少 25 同學你知道這個乘起來是多少 就150嘛 對不對 這一題的選項裡面 最接近哪一個 珠選項 155毫米 對嘛 你要真的用6.1 乘25.4 我也沒有意見啦 當然沒問題 所以本題答案應該要選什麼 選珠選項 但是你看喔 同學這題答對率7成9 8成而已啦 這樣好不好 重題目那麼簡單 結果你答對率也才7成9 OK 來 講完了 這樣好不好 來 翻到後面來 哎呀 今天的重頭戲 有一個東西要講 接下來要來談一個重點 分到94頁 這邊很簡單嗎 94頁 配取那一句話 這裡出現了一個 對同學來講 有一點重要的東西 來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相關係數 哎呀 來 相關係數 在我的印象裡面 大部分的學生 他會被相關係數的公司 然後他也懂得把資料帶進去算 但是我曾經講過 算這種事情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解讀 還有你要知道這公司為什麼會長這樣 你懂嗎 第一個你要知道公司為什麼長這樣 還有這個公司出來的那個數值 它代表什麼含義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個算其實基本上是幾次喔 那有沒有在座有任何一位同學可以告訴我 相關係數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它是什麼 如果有人問你什麼叫相關係數 你可不可以回答他用簡單的一兩句話 講一下什麼叫相關係數 就好像我今天問你 什麼叫邪律 相關係數跟邪律其實都是一種指標喔 來 我現在問你 邪律是什麼的指標 哎呦 我的天啊 邪律是什麼的指標 衡量一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傾斜程度的指標 對不對 邪律這個我就不寫 大家都知道 邪律是一種指標 用來衡量直線的傾斜程度的指標 這條直線很邪 到底有多邪 我們就定義一個東西叫邪律 對不對 讓大家來算 到底它有多邪 對不對 邪律有正有負也有零嘛 好 那我問你 相關係數也是一種指標 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指標 來 我問陳俊陽 俊陽 你知道嗎 離散程度 離散程度 當然不是啊 相關係數不是算離散程度 算離散程度的指標準差還有連輸 相關係數到底是在做什麼 對 我問這個很簡單 然後 但是又不一定答他出來了一個問題 來 大家知道嗎 兩組資料的關係 對 兩組資料的關係 但是是什麼樣的關係 有沒有人可以講清楚 橫量 來 量測兩個變數間 來 它只能量什麼關係 專門 我去看課本喔 線性關係啊 寫上去好了 我們的講義沒有講好 來 你把它寫上去 線性關係 OK 來 大小的指標 來 寫上去喔 相關係數 它是用來量測兩個變數 那兩個變數 有時候我們用什麼身高跟體重啊 對不對 這個大家知道散步圖吧 欸 知不知道散步圖 有聽過散步圖嗎 比如說 來 這個S叫做什麼 S叫做身高 對不對 來 同學 那Y叫做什麼 Y叫做體重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同學 這個身高跟體重 一般來講是什麼相關 正相關嘛 身高越高的人 一般來講他體重也會越怎麼樣 也會越重嘛 當然你說老師 我是屬於那種身高很高 但是我很瘦的那一種對不對 這種也是有 但是畢竟是少數嘛 大部分我們都會發現 身高越高的人體重會怎麼樣 會有比較重的趨勢 就好像價格跟銷售量 價格越高你的銷售量就越怎樣 越利益嘛 就是會有那個傾向對不對 當一個增加 另外一個有跟著增加的趨勢 這個叫什麼相關 這個叫正相關啊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這叫正相關 對吧 可是你說 我知道啊 這個叫正相關 可是到底相關到什麼程度 這有差哦 對不對 比如說我舉一個 另外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來 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如果今天他的正相關的程度是這樣 其實這個你們應該都會 我現在只要幫你複習而已 來 如果現在我們所有的資料 都落在一條斜律為證的直線上 假設這五個點 同學你知道嗎 你還記得嗎 如果你把這五個點的資料 帶入相關係數的公司去算 你算出來的相關係數會等到多少 你猜 會等到多少 一定要嗎 這種是最強的正相關 我們稱為叫完全正相關 還記得嗎 還記得齁 這叫完全正相關 而且喔 來 同學我這邊在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完全正相關的情況 請問你 跟這條直線的斜律有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沒有什麼關係 這條直線斜律只要是正的 我跟你講斜律只要是正的 我現在畫另外一條線 我這裡找三個點 用這三個點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一樣是多少 一樣是1 只要這些點落在一條斜律大於0的直線上 相關係數算出來都是1 那當然同學也知道 如果這些點落在一條斜律是負的直線上 如果落在一條斜律是負的直線上 那麼請問你 這個相關係數算出來的會是多少 叫做多少強化 負1啊 這個叫什麼相關 這叫完全負相關嘛 你們都曉得這件事情 但是這邊同學你要知道 我們曉得正相關 但正相關有層次的差別 有一些是很明顯的正相關對不對 有一些相關程度不是那麼明顯 雖然它是正相關 但不是那麼明顯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指標 對不對 可不給我一個指標 給我一個數字 讓我從那個數字去看出來 它相關性的一個大小 這個東西就叫相關係數 不過這邊有一件事情 要跟同學稍微談一下 相關係數只能量測兩邊數間的什麼關係 線性關係喔 來我這裡有個重點要跟你講 看我這邊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假設有這樣的一個圖形 然後它上面有好多點 來比如說這裡 你看喔 這些黃色的小點點 來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我用這些點 用這些點 帶入相關係數的公式 雖然我現在還沒有講它公式怎麼來 但是同學你心中應該還記得它的公式對不對 你猜喔 我用這些點帶入相關係數的公式 其實它的相關係數算出來會很接近多少 你猜 會很接近你 但是很接近你 通常很多學生就會做一個結論 做什麼結論 他會說相關係數很接近你 那就代表這兩個邊數怎麼樣 沒有關係 同學可以這樣講嗎 不對 不可以這樣講 相關係數很接近你 你只能說這兩個邊數的線性關係怎麼樣 很弱 線性關係很弱 可是線性關係很弱 不代表他們沒有關係喔 他們可能有非線性的關係 你聽懂嗎 關係不是只有線性的 像我問你 你覺得這些資料有沒有關係 有啊 它可能隱含了某一些規則在裡面 但是它的關係是非線性的 所以你如果用一個線性的指標 去帶入這些非線性的這些資料 你算出來根本就是張飛打月飛 你懂那個感覺嗎 就是你根本用錯工具了 因為他們的關係是非線性的 你說相關係數很小很接近你對不對 這沒什麼意義啊 你只能說他們的線性關係很弱 就這樣的 這樣懂不懂 來 我覺得這個我把它寫下來 那寫在哪裡啊 我寫在上面這一塊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這很多學這東西都是半吊子 來 我們把它寫清楚 相關係數 來 寫一個T 你看這場表要結束了 你要掃地 來 相關係數 寫在空白的地方 幫你做高一的複習 來 相關係數 只能怎麼樣 測量線性關係 只能 測量 欸 線性關係 講清楚喔 兩個變數之間的線性關係 這樣好不好 然後 當你的相關係數R 接近0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算嘛 你會發現就是算出來很接近0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並不能代表他們不相關 並不代表 並不代表沒有相關 你只能講說他們的線性關係很弱 線性關係很弱 但並不能代表沒有相關 也許他們是什麼關係 也許是曲線的關係喔 OK 也許這兩個變數是一個曲線的關係 不是線性 我認為這個觀念重要多了 總比你每天拿一堆數據 然後帶入那個公式去算 算那個相關係數 要幹嘛 以後我跟你講 你這輩子不會做這種事情 以後用電腦 resale直接資料TTT 那個函數點一下 那個數據就跑出來 所以關鍵在於數據怎麼解決 你懂嗎 還有它的公式 為什麼會長那個樣子 這是比較重要的 關鍵永遠都不是算 那個算其實都是幾次 這樣有沒有了解 可以喔 到底行不行啦 好啦 來 我們這堂課 大概就先跟同學談到這裡 好不好 我們下次把相關係數的公式 怎麼來的跟你講清楚 然後帶你做一兩題相關係數的螢幕 然後再把回規值先講完 A 我們的統計就負行的差不多 就來講考古題 這樣好不好 同學也謝謝 好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